大跌148件 收在10308 那么我先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问题 你手中的一个所谓多单怎么办 老师啊 现在不用害怕 每一个头顾老师都说 他已经跌到年限 跌到半年限 而且现在复关利率非常非常大 而且中美的一个所谓贸易大战 一定会有一个和谐的一个所谓气氛 我知道这是一般头顾老师 因为他们已经骑虎南下 满手多单 就只能用这种悲观的夜水角度 去跟会员交代 那我们反过来问你一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这一个月台北股市 尤其电子股跌到人家马帆 最大的元凶是来自华为的事件 可是华为的一个所谓相关概念个股 有没有一个老师在4月28号 跟你提出警讯 麻烦你把4月28号当时的重播来 调出来看 但同意在4月28号那天 我也很清楚跟你预告 我说3105的稳帽 他很阿萨利 他直接破多方的夜水防守价 而且月线是个飙飙准准的一个绿灯 结果没想到稳帽这样一口气 跌了将近有60块钱 等同于是因为稳帽月线绿灯 外加主力新太空 导致于华为事件 你们千万不要跟一般头顾老师 一模一样 打架打不赢人家 就找一大堆原因 找一大堆理由 那不管包括周线 你难道不知道明天要收集的周线 那如果周线绿灯 下个礼拜月线又是绿灯 你认为这个行情已经跌完了吗 那我所跟大家强调的一切 都是主力做手的夜水价格的一个观念 来我快速回顾喔 在上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有没有很久跟你预告 我说周线他是个飙飙准准的夜水绿灯 那更重要的 我在实务上面的夜水操作 为什么五月份操作难题这么样高 为什么今年我每一个月 都持续维持着全盛 而且当当时的夜水波段行情 不管包括1月4号补空反走速都政府大力护盘 每一个月都超过2000多点的价差 因为很简单 再来一遍 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主力做手真的永远都比你早知道 预告周线绿灯完之后 我请问大家 上个礼拜一 有没有因为主力心态有多转空 一口气跌了150点 结果礼拜二早上起床 你看到美国股市大跌600多点 因为习近平的夜水利空 很抱歉 当你看到的时候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过去的东西我就稍微讲快一点 可是我要让你看到连续性的夜水验证 为什么要让你看连续验证呢 这样你才不会选错老师 每次带枪来投靠 都说你的老师都是空气单 每天收完盘的时候 将波图印出来 最高高点放空 最低低点做多 拍赛 你要看连续性的证据再来一遍 结果礼拜二出现往下的夜水大跳水 我要不喊就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它是游空转多 就一口气涨了205点 礼拜三我一样跟大家预告 主力心态还是多 就来到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我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主力心态它是游多转为一口气空 而且距离周线关键价非常非常远 你们手中的多单要小心 那么请问大家 等同于上个礼拜一我放空 礼拜二我做多 礼拜三我做多 礼拜四我放空 礼拜四又再拉起来一次继续放空 而且盘中年线节目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还是个飙飙准准的空 红杨来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当台北股市出现往上跳空开高 我有没有照相给你看 我都有跟你去做预告 我说主力心态绿油油 代表主力心态空 只有礼拜五继续放空 就一口气往下点了144点 短短一个礼拜的夜水时间 再看一遍 礼拜一心态空 礼拜心态多 红色的码 礼拜三心态多 礼拜四心态空 礼拜五心态空 短短一个礼拜先868点 好还没完 有没有差一天 有没有差的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说过了 今天有很多投资朋友 你也许认同我们多空双向的看法 可是在实物上面的夜水操作 因为你没有看到主力的夜水心态 你不太敢相信 不太敢操作 可是我一直在跟他有强调 要怎么样拥有心态 很简单 如果说你是一个积极操作者的话 你可以去下载我们的电脑板 可是如果说你每天跑来跑去 你的事情外务很多 你只要你的手机能够LINE 或甚至你认为你的手机荧幕太小 没有关系 你可以直接把我们平板给带回去 现在真的只要188 你能不能够很清楚的 在上个礼拜四看到心态有多转空 结果礼拜五往上其他 你能不能够很清楚看到 主力心态是个飙飙飙准空 结果礼拜五 有没有收到夜水最低的夜水低点 还没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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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变 基本上 你今天要怎么样找一个所谓老师 很简单 我知道呢 尤其现在头裤 就头裤的夜水角度 真的非常非常难受 可是我很抱歉 我都是靠我的会员续约 因为我会做多 我会放空 我会多空的夜水双效 可是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 每一个头裤 老师收完盘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买最低 就好像呢 你看有一些投机分子 跌下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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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你讲说 有波段的夜水空单 就涨上去的时候 又告诉你 他手中有基本的多单 你根本完全不知道 他的夜水操作逻辑 操作依据是什么 可能只架构在一个片一个字 可是我的很简单 我说过了 这是我LINE8的夜水ID 你还没加入的 赶快加入 你每天都可以从盘中 得到夜水 完整整的夜水验证 再来一遍 上个礼拜五 我跟你预告 周线还是绿灯 绿灯看得懂 again 就是再一次的夜水绿灯 好慢慢来 慢慢来 结果礼拜一早上起床 日子过好快 今天已经礼拜四了 礼拜一早上起床 你有没有看到清华社 跟你讲说 中美贸易大战指战 你有没有看到弹讯说 这是飙飙嘴嘴的夜水旧新闻 我说都不要吵 都不要吵 随便啦 主力心态 它是个飙飙嘴嘴的夜水多 有没有看得清楚 主力心态空 主力心态空 我在一遍哦 基本上你为什么 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外面大部分的夜水软体 他们都是红买绿麦 那面对红买绿麦 每天被扒来扒去的时候 你的老师可能告诉你 你一下要看五分线 一下要看三分线 一下要看十五分钟线 一下要看三十分钟线 一下要看六十分钟线 结果对的拿出来讲 结果你永远选错那一套 可是我的东西很简单 我只要请问大家 在上个礼拜四 它有没有突如其来 往上做一个集拉 有哦 上个礼拜四突如其来 往上做一个集拉 我发誓 如果我没有主力心态 就下载手机啊 只要188就这么样容易 如果我没有主力心态 我没有主力心态 我一定会做多 要礼拜一到他往下急杀 如果没有主力心态 我一定会放空 那如果礼拜一跑去放空 你知道有很多投股老师 礼拜一放空 礼拜二盘中还空了四次 还不断的放空 停损停损完之后再放空 就今天跌下来 跟你跟会员讲说 恭喜空单大赚 不好意思礼拜二全部停损光光了 那你要怎么空单大赚 你遇到这种只出嘴巴的老师啊 我麻烦你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带枪投靠 要找一个能得到完整正确的老师 再来一遍 我礼拜一 我已经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多 所以礼拜一我就做多 我就做多 我不会被巴 为什么不会被巴 因为一般投靠老师操作啊 哎呦看到这个急啦 软体出现买讯赶快买 结果又急杀 软体出现报空讯又急啦 不好意思哦 主力心态多 我就只做多 就一天又110点了 对不对 那礼拜一跟大家预告的 夜水礼拜了 开始就礼拜了哦 结果礼拜台北股市出现 往下的夜水跳水 我跟你讲 目前主力心态多 你只是要去提翻 会不会去玩低点破低的夜水见招 结果呢礼拜跳水完之后 他有没有拉起来之后 再往下急杀 麻烦你去问我的夜水会员 礼拜这个往下的急杀 我也要很清楚跟他们预告 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等同一 你要怎么样去判断一个老师呢 很简单 这个老师能不能够通过盘整盘 跟趋势盘的夜水连续的考验 来再遍 看一下台北股市的走势图 F5 音色 有没有很高 那我请问大家 礼拜二跑去放空的 礼拜三又被嘎上去 受得了吗 很多人礼拜空的四笔 那我请问大家 如果说你是他的会员 礼拜二停损四次 今天叫你放空 你敢放空吗 你根本不敢 这是为什么 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全台湾 大概就只有我在礼拜二的时候 很清楚跟你预告 礼拜一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多 礼拜一要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还是个标标准的多 结果这样又110点了 好 继续讲下去哦 那有没有差一天 有没有差很多 那昨天我们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昨天九点十分 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主力心态空 我在那边先跟大家报告 结果昨天操作难度很高 上下座一个障碍震荡 来再一遍 基本上 看图说故事 跟操作逻辑 它的一个障碍差别在哪里 慢慢来 如果每一个软体都这么样的准 为什么不敢在Lite 8里面事前预告 为什么不敢在盘中 甚至盘后节目当中去做预测 有啊 你看很多赛名 那位住在身边 有得准 说生女孩 说生女孩 说生鸡啊 那有这么准的人啊 你会找他嘛 那他准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 因为他会预测 对不对 那我昨天准跟大家报告 慢慢来哦 昨天我又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我说收盘小于关键价 收盘小于AC 今天早上会先看到多档时间 再看到多档时间 这是我昨天讲的 我昨天讲的 我昨天跟你预告 我说今天一定会让你看到周线的关键价 麻烦你把昨天的重部带掉出来 等同一你做任何事情 你要先有一个完整整的 有所谓规划 慢慢来慢慢来 来开始 昨天哦 昨天五点 七点 这叫五点啊 这昨天嘛 昨天五点三十二分的时候 五点三十二分的时候 我已经照相给你看 我说现在你是一个国际宣 你除了要看台湾之外 你更要看PM牌 你更要看PM美国牌 你等同要做到 夜神秘密巨道 我有没有很具有跟你预告 PM美国牌 是个标标准准 主力心态 是个标标准准 空还没完 再看这段 我Light都有贴哦 我Light都有贴哦 我的会员在四点三十八分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 25854 已经变成道琼的夜神压力 PM牌有两个压力 一个在85 一个在95 有没有一个老师 能在昨天四点三十八分 很多投资老师啊 都等到收盘才来上班的啦 什么股票涨停板 就说买在最低啦 指数也是一模一样 收完盘才来上班 上班完之后 一个江波图 这边放空 这边做多 这边放空 这边做多 每天都大赚啊 这样子会有人相信 软体参数改一改 会有人相信哦 那我们是怎么做的 很简单啊 昨天我先跟你预告 收盘小于跟这样 收盘小于AC 对不对 还没完 昨天的一个所谓四点三十八分 我就跟我的会员预告 包括PM美国盘的 整体操作策略 昨天五点三十二分 我还照相给你看 我说主力现在是个 飙飙嘴嘴的空 第二件事咯 再看咯 我给你一个选择老师的理由 不要再选错 今天 今天 两个空方讯号 两个空方讯号 今天果然跳水 就跟你们说 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空 好 再一遍 老师 可是你昨天有说 今天早上先看到多方时间 对不对 对 我讲的 来 测标这边没换 测标这边没换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 加全的多方防守价 落在四二七 来 因此 F2 今天开在哪里 靠我腰肌来不要赢 几家 开盘开404 你是多手主力 今天开盘直接跳空破 周线关键价四二七 你敢去买吗 不懂 证明给你看 先200点 有 有 今天不是一路上 今天是开低 震一震之后 往上拉 再110点 光一天时间 310点 两个礼拜时间 掌握一千四百点的波动 你在我的Light 麻烦举个手 帮我按个账 你在我Light 验证这么久了 差一天差很多 我不是像那种闹总老师 连出手都不敢出手 站到最后 一兵一卒 为荣耀而战 只要188 广告中的电话 你把它拨通 反正你们拼命 利用我的口序去赚大钱 我赚到你们的钱 我们也拼命的 不断的 也随行善的 也随不施 哇 下个礼拜 又是我捐款的好日子 我捐不多 老师啊 你怎么捐那么多 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 我一个月捐一万五 我们算一年 只有十个月好了 我捐十五万 算什么啊 你们在市场上 就好像我的朋友 今天去买一台 一百七十二万的车 你在市场上 你输了多少 一百七十二万 你的方法不改变 你没有主力心态 你告诉我在市场做得到钱 我跟他信 今天谁敢放空 今天谁敢放空 昨天有哪一个老师 在Light 8 Light 8 不管包括五点三十二番 不管包括四点三十八番 斩钉截铁 四点三十八番 跟会员预告 五点三十二番 我会不会给你预告 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空 那时候还往上急啦 有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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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样有没有两百点 有没有在一百一十点 那两个礼拜时间 有没有一千四百点 不好意思 两个礼拜还有明天 还有明天 明天才叫两个礼拜 不用讲了啦 主力心态空 外资大逃杀 继续继续继续 来 讲这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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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用看啦 这不用看啦 老师 今天没有破多毛价 今天没有收上日关键价 今天收盘有没有大于AC 没有喔 今天收盘小于日关键 收盘小于AC 好 我们来讲道琼好了 道琼多方方的价25569 空毛价25818 不管包括道琼 不管包括台湾 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我的盘前稿写得很 就写得非常非常明白 你敢要验证 你想要验证的 广告中的电话 你把它拨通 盘前稿直接带回去验证 我就不怕验证嘛 同样的股票的操作也是一模一样 很多我的好朋友问一件事情 笑是你为什么 你的转弯会这么样快 你可以做多 你也可以放空 因为很简单 当你拥有主力心态 什么叫眼镜归屏 当你拥有的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你看到人家主力在做多 你跟着做多 你看到主力在放空 你跟着放空 有这么样难吗 这是为什么 我说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主力做手 永远都比你早知道 就像我请问大家 当时不管 不管 不管包括6290的梁维 不管包括495在微软 哎呦 长好多 不好意思 后来微软长到这边 梁维长到这边 对对 没错吧 那问题 为什么会长那么凶 因为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夜水多 没错吧 红样包括什么 包括什么 6188的夜水广民 也都是一模一样 当时为什么我们拼命做多 因为很简单 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夜水多 所以一档广民可以大赚1.2倍 最主要原因 看到没 这边你敢买吗 跟我告诉我 广民是个标标准的岸头 结果广民 我们一口气又长到这边 总共又长了6支的夜水涨停板 一档广民高达1.2倍 红样6213的年貌 3月14号 我们还在做加码买进的夜水动作 4月16号还在加码 1月30号给你介绍股票 3月还在加码 你可以找到一个老师 一档股票 从1月30 2月30 3月30 4月30 做4个月时间吗 那为什么做得到 因为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夜水多 所以一档年贸也高达将近有15支的夜水涨停板1.5倍 那你说现在没有行情 我只能跟大家强调你要学 可是在学的过程当中 你麻烦 你麻烦请其他老师拿出课表 大部分投过老师的课表就说 波浪理论 费波南枝细数 然后K线理论 如果看到那种东西 你就不要学了 你去光华商场买一本书 只要50块钱 我请问大家 你要学什么 你看我节目看这么久 你要学什么 老师我到底要学怎么样去赚到 不管包括梁维 6188 广名 6213 联帽 3324 双红 两倍的获利 两倍的成绩 很简单 你要学激量主力心态 我现在宇宙现在跟你讲 我大赚赚到爆炸 你在干嘛 啊 没关系啦 反正中美贸易大战一定会有结果 对 会有结果 而且我相信正面结果 什么时候 6月30号 习近平跟川普碰面 一切都取消 好 今天几月几号 06月30号几天 一个月又一个礼拜 那如果这一个月又一礼拜 跌到拖户之人 这是你要的吗 你来市场上目的是这样子吗 那如果说你懂的 这些计算 这些所谓的 专业知识 专业技巧 一打二 你看 我绩效都还没时间跟你讲 华锡科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有多转空 而且主力心态 空在最高高点 不要脸 空在这里 主力空在这里 看到没 空在这里 空在这里 超级不要脸 超级不要脸 60块钱 核金7块钱 3653A的建策 3105的稳帽 来慢慢来 建策26块钱 26块钱 然后呢 245的全心24块钱 2456 其立心跟你预告放空 来啊 来啊 你不是说其立心很强 拉起来不是很强 怎么今天要破底 我们给你预告 几月几号 5月10号 我们给你预告其立心 叫其立心喔 叫其立心喔 2456其立心喔 我没有遮牌喔 我一样没有遮牌喔 乃至2338的核材光照 甚至于来再一遍 我的操作问题很简单 基本上 大盘的主力心态空 它会告诉你 你今天放空 大盘也好 个股也好 下跌的机会很大 那我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上个礼拜四 大盘主力心态有多转空 先放空3105的稳帽 稳帽 192块放空 只有隔天礼拜五 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空 所以178块再放空 所以稳帽大赚了 1个材40块 Lite都给你预告 过去都讲快一点 4958整顶放空10块钱 有没有差一天 有没有差很多 来再变喔 结果礼拜一当心态由空转多 我把稳帽 我把梁维的空单回补再变 上个礼拜是上个礼拜 放空稳帽 放空稳帽 放空梁维 放空微软 放空还放空什么 4958整顶 结果当心态由空转多 我会告诉我的会员 把空单做获利回补的动作 有吧有吧 因为上礼拜 因为礼拜 这个礼拜一 心态由空转为一个所谓多 没错吧 好 再一遍 怎么选老师 再一遍 这叫完整逻辑 完整的江波证据 不是随便印一张K棒 很多投稳老师把你们当作是阿呆 随便印一张K棒 2456奇力薪 112块钱放空 未来涨上去的时候 自然81.9便买去 我是给你完完整整的逻辑 这样子 这样子这边放空 未来如果奇力薪再涨回200块 这边应我买去 这鬼话会有人相信 那相信完之后 你入会没几天 再说那头 头顾老师都骗人的 不好意思 逻辑看清楚 再来一遍 逻辑看清楚 逻辑看清楚 还有完完整整的证据 再一遍 礼拜三 这礼拜三 礼拜三22号 心态空 好来来慢慢来 大力光放空 4070 4070 270块 我什么都做出来 大力光放空 270块 还没完还没完 3081的联雅 麻烦你把你的LINE AD打开 因为我希望我的时间有一小时 228块放空 今天早上跟你预告联雅完蛋了 23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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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遍 那今天呢 今天一样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还是个飙飙转转空 放空日月头 59.9 股本是430亿 你跟我讲说你从来没放空过股票 那空日月头会不会被咬 会啊 可是咬不会痛啊 是 多少钱 59.9放空 就1块6 还没完还没 2474可乘放空 199块钱放空 结果赚5块钱 3037星星 28.9 放空盘中打到跌停板 还没完 再 再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懂得转弯 你没办法转弯最主要原因 你没有一套好的一个所谓工具 而且就是因为你只看那一些 只会做多投顾老师的节目 结果呢 到现在尸骨无存 我再一遍 第一件事情先看这种大盘 当你拥有的主力心态 你得到了一切 大盘摆中间 个股摆旁边 礼拜三 主力心态空 礼拜四 主力心态空 放空3008大立光 放空3081的联雅 放空3711的日月头 那是因为大盘主力心态空 就全部大赚 软硬通吃的计划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真的只要188 188而已 改变黄嫌波通 接下来接下来玩下去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涨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4 5 5 5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很多投资朋友反映说 笑死了 你实在讲太快了 可是我问大家 你要听那些过去的东西干什么 那基本上 你只要我在预测的部分 我就讲得非常非常慢 那你只要了解一个重心跟重点 就在于说 你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我希望很多投资老师 现在每天讲废话 讲什么川普跟什么习近平 金正恩我根本不在乎啦 他们就是因为没有绩效 所以说就只能跟你分析政治 那我的做法很简单 当你下载软体 因为剩两分钟时间 我讲坏一点 你可以看到大盘的主力心态 你可以看到个股的 夜水主力心态 这就是我的一个 所调标准准的操作逻辑 就从礼拜三的时候 因为大盘的主力心态空 所以我告诉你 我放空3008的大力光 结果如果说 你把大力光的夜水主力心态 拿出来看 这一段横盘震荡 这么久的时候 人家主力已经放空 空这么久了 而且大力光还跌破了一个多弓线 你手中有大力光的震荡非常小心 红耀3081的夜水联氧 更好笑 你知道他今天开盘 直接跳空破多弓好架 今天我们开盘还是这样放空 我要就赚大的啦 你问我的会员 我要就全部要赚了 来来来来 看清楚我 看清楚我 今天的 看不到 来我放大 我已经放大了 导播也没有放大 223.33 今天开223 今天开223 开盘直接破多方防守价 主力心态空这么久了 这一根涨停板 原来叫做片线 主力心态空这么久 而且破多线 你说这有股票 怎么可以放过它 结果股价有没有跌停 再创波段上面的 一个随心低 红耀今天主力心态空 不管包括日月头 不管包括可乘 不管包括3037的 一个随心 都是一模样 自己看主力心态可以 看得很清楚 老师心心什么都回补 很简单 第二条突破心就回补 因为我们的软体里面 有两条针对公司的 一个所谓主力成本 还有股东结构 还有获利能力 去设计为二的两条线 手机板也有 电脑板也有 根据这两条线 上去操作 胜率高或低 你心中有答案 那么我在节目当中 我也跟大家报告过 我说这些股票 月线都是绿单 主力现在都空 我说我会去放空 这一些股票 我请问大家 3081的联养 我跟你讲了 一个礼拜时间 你有秒过我吗 你有秒过我吗 我空它两次怎样 我空你的钱 我已经说过了 市场是很无情的 你输钱 你把钱 不是输给政府 跟蔡总统没关系 你输给跟你对坐的 自己看 我上个礼拜 有没有跟你讲联雅 这张字卡 我给你少一个字 我给你多一个字吗 华西哥街 有没有再创 不断新低 你手中有这些月线绿灯 外交主义现在空的 真的不要驼鳅 广告中的电话 把它拨通 我们在第一时间 去服务你的持股的问题 下载我们的软体 只要188改革网线播冲 这样就有玩下去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限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